今天最主要就是講一下 CAIA associations 考試 或者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CAIA 就是 Charter Alternative Investment Analyst 是另類投資 裡面 全球最大 領導地位的 學會 他的 會員現在 應該是超過 一萬三千 全世界 最主要都是從事有關 另類投資的工作 稍後會介紹 在另類投資的範疇裡面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公眾 不同類型的投資 要成為 CAIA 他裡面的 會員 要通過他的考試 還有他有一定的 專業的經驗 考試方面 分開兩個 層次 今天最主要是 第一個層次 層次 層次 我現在先說層次 溫先 開始講 CAIA 他的Associations Members 和考試之前 我也做了一點自我介紹 我是Larry Larry Yuen 在 Financial Training Clappence 已經有一段時間 之前 我也是在 很多不同的 美資 歐資 資產管理 私人 銀行業務 都有若干年 的經驗 特別是 在 產品方面 很慶幸 我們都有機會 可以做一些 投資資產 Portfolio Management 組合投資 另外 亦都有機會 做一些 Due Diligence 和一些 不同的 譬如說 Hedge Fund Managers 或者Private Adverses Managers 見一面 做一些 Due Diligence 的工作 我希望 可以用我過去的經驗 可以幫到大家 去準備 這個 CAIA 的Exam 首先 看看 CAIA的Program 現在的Markets 另類投資的情況 是怎樣 如果說回 我們剛才說的 CAIA的學會 其實應該大概是 Early 2000 的時候 開始 現在已經超過了 二十年的歷史 都算是幾場的歷史 所以現在有一個 Global的領導地位 亦都是 和市場的增長 是同步的 你看到 在市場方面 其實最主要 我們會說 Investments from 這裡說的是 一些 保險公司 Insurance Companies Pension Funds 這些我們叫 機構性的投資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其實是具有很龐大的資產 需要找一些適合的投資 適合的投資產品 適合的投資策略 適合的投資策略 保險公司 Pensions 通常 如果說回過去 當然會投資股票 債券 這些算是 傳統投資 Traditional Investments 來配合 他們的投資目標 但是 過往來說 不是很多時候 單單用股票 或者債券 已經滿足得到 他們的投資要求 保險公司 Pensions 特別是 如果說回雷曼兄弟之後 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市場 很多央行都是狂減息 來支持經濟市場 很低息的環境 市場的 效果也很差 但是 保險公司 Pensions 他們也需要一定的回報 保持 如果是單單用一些 Traditional Investments 是不足以應付到 他們的投資需要的 故所以 亦都是很著緊地找一些 適合的投資 故所以 Altritional Investments 都在過往的十幾年 其實都一直是有增長的 當然 雷曼兄弟事件的時候 都會有影響 那時候 Hedge Funds 整個市場來說 是跌了 但是之後 你會看到 很多不同的另類投資 除了Hedge Funds 有些Real Assets 在這裡講過 Real Assets 有些Private Capital Structured Products 他們的增長 都是非常之高的 最主要是因為 institution Investor 的 Demand 除了這些機構性投資者 New Retail Products 亦都是有 一些 Advocacy 就是說 除了機構性投資者 可以利用這些不同的另類投資 來達到他們的投資目標之外 其實 其實 Retail 零售 或者 個體戶 個人投資 其實都 應該會 有機會去參與這些另類投資 所以 現在市面上 看到 越來越多 一些Structures 一些Products 他們未必 完全一樣 跟機構性投資的另類投資 但是 是會有一些更改 Adjustments 令到更加適合到 Retail Retail Structures Retail Structures 如果是 街上 其實都佔整體的 Investments 那些 公司 都很大 一部份 這裏 亦都是另外一個 Demand 對另類投資的 一個需求 不單止是 機構性投資者 現在Retail 都開始了 變成 Institutions Retail 這個Investment Demand 這麽大 需要有更多更多 不同的 新的Strategies Products 和人 如果是Products 你看到 For example 這裏是Governments Investments Infrastructures Green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s 其實都是一個 Growth Area 在另類投資的範疇裏面 央行 你見到 不是央行 sorry 應該是政府 政府 你見到很多時候 為了 一來是 希望 國家 長遠的發展 一定有 適合的基建 二來也是 推動經濟的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 Physical Policy 政府只是花錢 近幾年 其實很多不同的 國家 都會推動 Infrastructures Infrastructures 有很多類型 有些是Physical 有些是Online Cyber 但這裏 作為另類投資 主要集中 在一些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有些 Supply 將 Demand Supply 連結 即是我們需要 入 需要資金 去分析 去幫人做投資 做一個 Portfolio Constructions 如何把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放入投資 組合裏面 所以 很多公司 需要一些 這方面 人才的經驗 整體來說 形成到 整個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的Market 過往的十幾年 都一直在 雙位數增長 這就是 Market的情況 如果是要 這麼多人去參與 無論你是購買也好 銷售也好 你一定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現在看到 我剛才提到 在 CIA CIA 裡面的 Memberships 應該是 超過一萬三千 的Members 如果看回 這張圖 其實有很多東西 首先我們看回 右上角 你看到 Pi Chart 這個Pi Chart 變成 Membership by sector Membership by sector 會從事很多不同類型的 另類投資 從Hedge Fund開始 Hedge Fund 跟著是Private Debt Equities 也有些是Private Equities Private Fixed Income 再進去Real Assets 這些就是不同類型的 AI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裡面不是個個都是Fund Managers 你如果是熟悉一個 Asset Management 的架構 當然最簡單 你會看到 有些是 Front Office Front Desk 有些是Mid Office 有些是at the Back End Mid Office 那些是負責 Operations Risk Management Back End 那些 又是Administration Operations 還有一些Compliance 過往在Clippin上課 那些都是很Diverse 即是很多不同 不同行業 由Front Office 到Back End 都會有的 舉例 Compliance 都有 他們都需要去認識到 這些各類型的 另類投資 應該怎樣去看 當然 如果你在前台 在後台 你對同一個 Atrust Investments 你可能 Role不同 角色不同 有不同的看法 看的Focus都不同 但是怎樣說都好 都是要懂得那樣東西 才可以懂得怎樣去看 好了 看到你 這裡有這麼多不同的Atrust Investments 他們都是Caya的Members 除了Hedge Fund Hedge Fund 剛才說過 在雷曼兄弟之後 它的Market Size 一跌了一跌 後來也算是上來 但是最強的Growth 就不是Hedge Fund 說回過往的10年 因為在之前 Before Lemons 那時候 Hedge Fund 是Atrust Investments 的主流 而現在 都是一個Major Part 但是 都不是最大的一跌 你看到最大的 Private Debt Equities 這些 Private Debt Equities 或者 加起來 叫做Private Capital 也是過往 5至10年 是最高增長的一跌 其實剛才說的 Infront Structure 也是 在這裡 這些是 HIGHEST Growth 在Atrust Investments 當然 很多時候 在Invest Market 裡面 永遠都是一個週期 可能遲些 Hedge Fund 有些不同的變化 Market Demand 會出來了 Anyway 其實這個是很健康的 Evolution Atrust Investments Market 裡面 有不同類型 另類投資 配合到 不同類型的 Investment Demands 無論是 機構性投資也好 或者是 Retail 也好 這個就是 CIA Membership 裡面 剩下 剛才還未提到 Artists 很多時候 就算是 學生 我相信 都不少學生 例如 特別是 Post Graduates 都 未畢業之前 亦都開始 準備過 CIA 的 Examination 拿到 Qualification 當然 他們 之前的研究 都有些 relevance的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這是一個 Snap Shot 看來 左邊 左邊 看左邊 Memorships By Generations 可以看到 Age range 由21歲到61歲 或者以上 都有 61歲以上 最主要 大部分 都會 在 Mid Age 四十歲 或者以上 那些 四十歲 或者以上 但是現在 二十幾三十歲 那些 比較少 如果 市場繼續增長 相信 在這方面 人才 是不足夠的 要補回 你現在 做的 有關 AI 那些 過多十年八年 可能開始退休了 變成 應該是 接下來 十年八年 裡面 要 這方面 的 需求 應該更加大 當然是視乎 市場 需求 對 Human Resources 的需求 一樣會有 好了 中間那裏 說什麼呢 中間那裏 比較 Memberships 一萬三千個 分佈 看看這裏 美國 亞太區 EMEA 歐洲那邊 最主要 大部分 都是美國 因為卡尼是美國 開始 引起 美國 59% 接著 歐洲 接著 亞太區 其實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 但是 要看回 這個 Membership 過往 都是跟著 市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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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平衡的 不是每個地方都一樣 特別是 如果看回 Asia Pacific Asia Pacific 的增長 相信是不止 十幾% 是超過 20% 所以 regional 增長 比 歐美那邊 更加高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對 AI Human Resources 應該都會更加大 好了 現在就是 這樣的情況 現在看回 Kaiya 他自己 Leak Association 設計這個考試的時候 他就會 當然是 針對我剛才說的 Market Demand 來講的 Market Demand 為什麼這麼多 機構性投資者 會越來越多 allocation into AI 呢 我們看回 curriculum 要認識得到 Diversification enhance performance Yield enhancement Inflation Hash 這些就是不同的投資目的 objectives 在某些時段 就像剛才提及過 傳統的投資 是不足夠 不足夠幫助 機構性投資者 達到這些目標 不是說 你投資AI 就可以達到所有這些目標 下面也能說到 譬如說 你過往幾年 說Inflation 成10%Inflation 每個國家都很緊張 什麼可以幫助 投資者 去做一個 Inflation Hatch 你看到 Inflation Hatch 應該是 這一節 就是 Real Estate Infrastructures 在考試裏面的 curriculum 會有很多蝙蝠 去研究 去解釋 不同類型的 另類投資 可以達至不同的 investment objective 當然不是說 要是有 要是沒有 每個 每種類型的 investments 都有多多少少少的 比如說 Inflation Hatch Diversification 這些功能 但是有些是特別 特別是 好些的 在某一方面 我們就 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要知道 你看到 這裏 Institution Investors 投資在 這些另類投資 說到最後 最希望就是 說Return Return 同時 我們要說Risk Adjusted Returns 這些我們會 在Level 1的考試裏面 會提到 如何去測試Returns 如何測試Risk 如何計算Risk Adjusted Returns 為何 Authernic Investments 可以達到 一個比較 superior 好一點的 Risk Adjusted Returns 就是多些Return 少些風險 的意思 另外 在 Curriculum 也很重要 就是看到 如何分開 Alpha 和 Beta 我們會 在說Authernic Investments 是很著重Alpha Alpha Alpha 去做到一個 市場以外的回報 有時候 你跟著市場走 你都有回報 但是如何做得好 市場 或者做得好 某些 我們叫做Factors 就是Alpha Alpha Returns 我們也是在 Level 1的 課程中 很多時候會說 在不同類型的 AI Authernic Investments 如何會有一個 Alpha Return 出來 如果我們要 A study for AI 就是這些 就是Focus 讀 CIA Examination 當然可以學到很多 不同的AI的知識 除此之外 Career Opportunities 剛才說過 現在的 investment demand 越來越大 對這方面的要求 人才的需求 更加多 特別是亞太區 It's not yet over clouded 因為 其實過往 我看過 兩三年 可能也是因為 COVID的影響 疫情的影響 報考人數是少了 現在要追上去 Certainly it's not over clouded 還要很多人 以及你是 Networking 剛才有13000個 Members 在Career Association 裡面 也是一個很好的 Networking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來的 OK 如果看回過往的 Pass Rates 你看到這條線 就是 每一年 現在每一年 有兩個 Exam Windows 可以報考的 Level 1 和Level 2 都是 如果看回過往的 Pass Rates 合格的比例 其實就不是 這麼樂觀的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說 五到十年之前 Pass Rates 都過了一半 近來 是跌了 現在 去到四十多個 百分比 是 below 50% 其實都可以理解 因為 Certainly 裡面的 會跟著 市場的 去調整 正如說 現在市場裡面 有很多新的 例如 Structures Products 因應 Investors 的 需求 會出來了 換句話來講 在課程中 內容 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豐富 所以 考試的要求 其實都很具挑戰性 當然要做好準備 這個不是說 真是 這麼簡單 現在我們就看看 如何做好準備 去考試 Level 1 Level 2 裡面 它的 content 在這裡 正如說 現在這個 curriculum 很多時候 都是按照市場需求 每一年會 做一些調整 up to 20% changes 它也不會 recommend 考生 即是有時候 考生未必一次過會考到 如果要 retake 那個時候 它不recommend 考生 純粹是靠上次那本書 來考試 因為它可能會 up to 20% changes for example 近來比較多 changes digital assets private debt 這些都是industry environment 這些新的品種出來 所以 如果看回一年兩年前的本書 內容就改了 Level 2 也是 有很多 比如說 Emerging Topics 印證 市場的新的Evolutions 會放回考試 所以 Level 1 我們會 提升 1 2 3 4 5 6 7 8 這裡有八個 topics 一開始的professional standards 這個會引用另一個institute 叫做CFA CFA Institute 裏面的professional standards 但是 遲些都可能會改 可能卡尼會有自己的standard 不過暫時都會用CFA Institute 那些 接著下去 Introductions to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有很多不同的returns 的concepts Risk的concepts 在這裡 Alpha Beta 的distinctions 怎樣去檢查 一個firm manager 的performance 它是不是有一個 consistency 的performance 我就在這裡講 接著下去 就是每一個 種類 的authentic investments 的介紹 我們要知道 它在哪裏的return 哪裏的risk 怎樣去分析 好了 那八個topics 有不同的rating 有不同的returns 有不同的returns 你看到這裡最重的returns 就是這個 Introductions to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20 to 28% 你當作是四分之一左右 的確是很重要的 過往來講 上課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內容 其實都幾 計算數 幾款 特別說到fixed income 那些 內容 那這方面 是要放回多一點時間 放回多一點時間 但是也不會太害怕 因為那些quant 計算的問題 整體來說 應該都是三成左右 應該都是三成左右 然後再下去 不同類型的 authentic investments 它的比倡也都 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加上 private equity 和private debt 其實這部分也是幾大部分 也反映到現在的market的趨勢 至於剛才提到的 身家的內容 譬如說digital assets 那些 反而會比較小 因為這個也是 在初階 那裡 如果是這方面的問題 可能會更多的是 definition type of questions 好像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就是要求你知道 那樣東西是什麼 但是 你不用再深入地看 怎樣去 evaluate return 都還未到這個階段 因為市場還未到這個階段 每個section就是有100條問題 總共200條問題 每個section就是120分鐘 總共240分鐘 平均來說 你有1分鐘多一點 做一條問題 有時候都會有些time precious 所以time management 如何管理你的時間 也是考試的其中一個技巧 好 這裏就 wrap it up 剛才提到 考試內容 和它的curriculum 每年都會有些轉變 它的周期是怎樣 在這裏就說 10-20% 會revise每一年 如果你是報考了CHIA 你應該就會收到 它的digital curriculum 這個digital curriculum 會是每一年的10月出來的 10月 這裏for example 這裏說回去年 如果是今年考試的 最早會得到它的curriculum 就是去年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出的curriculum 就是for 2024年的考試 OK 所以如果要考2025年 明年 就是2024年 要留意 它10月 就會出了它的digital curriculum 如果你說 我不是digital 我不是經常上網 我會有些事情 渣渣地看著 那你可能要自己付錢 去買一個print的curriculum OK 好了 好了 在CHIA裏面 我們怎樣幫助我們的學生 去準備這個考試 我們是做online program 大概有40個小時的online lecture 除了這40個小時的online lecture 之後 我們有mock exam review 就是after這40個小時 比如說你報考了明年3月的試 Level 1 應該是3月的頭過兩個星期 大概在2月的時候 就有mock exam mock exam 就像剛才那樣 你有一百二十分鐘 做一個session 接著 另外一百二十分鐘 做第二個session 之後 會有一個review 你能取得到你的成績 接著 我們再看看 看看mock exam的問題 有哪些問題特別難 不明白 希望可以再做些事情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提供Sweiser的package 就是說 如果你報考之後 有一個digital的curriculum 都頗厚的 很多頁 如果你想一些比較precise and concise 幫到你省時間 又讀到它裏面那些 最重要的concept 應該看Sweiser的package 就會幫到你 這個就是一個 都頗為intensive的course 不過 就視乎大家有多少時間 可以投放到 好處就是online program 你如果是多時間的 你可以多看幾次 很多時候都是 你看一次 看完之後 可能不明白 又可能不明白 就算你明白了之後 也不是看完一次就足夠的 可能你要做 自己做多些revision 所以 我們這個online lecture 我之前錄了一些demo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用這個curricode去看一看 最後 如果要報讀我們 Clapplin 這個online client 的課程 你可以上網報 也有一些 特別的優惠 這部 有一些 Win Win Referral 你看看有沒有朋友 在Clapplin 那裏讀過 他有refer你 變成 他可能有獎賞 你也有獎賞 詳細內容 大家可以上網看 上網的 我們有個web site 或者如果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打電話 Hotline 電郵 都可以 甚至你親身上來 我們的校子 就在銅鑼灣 都很方便 好了 今天準備的材料 大概是這麼多 最後 重點再提一提 如果是 要想 take advantage 另類投資的市場 增長 Clapplin 的確是幫到手 因為這個市場的 認受性是很高 就為一個 Authority Investments 的professional 如果是要做Clapplin 就要考試 考試當然 不是說 看個pass rate 其實都不是這麼容易過的 基本上就是 要早點去準備 早點去準備 要預算一些時間 你要做一個 做一個schedule 安排好你那個study的plan 按照 剛才講的exam rating 特別是講 Introduction to alternative investment 那一部分 其實都很多事情 然後 你看到其他部分 的時候 你要了解到 每一種 投資金 如何賺錢 風險在哪裏 我們如何分析 這些全部都是 在Level 1 我們要專注的內容 OK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就像我剛才講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 hotline 上網 和可以親身 來自信 Thank you